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9日星期五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希望之旅 一個可以令你信任的旅遊服務 小型旅行團不迫購物 不趕路 不合併其他旅行團 獲得團友一致好評 9月的東歐充滿了童話和浪漫 德國捷克奧地利三國 又在歷史的紅樓當中 走出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這裏是什麽的歷史和景色呢 10月11月以日本台灣雙島旅遊 享受美麗的秋天同時 又可以在台灣體驗高級的全身健康檢查 以上名額有限 欲購重速 還不快點參加我們的旅行團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訂報道 歐軍在8月6日挺進俄羅斯領土 是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烏克蘭發動的數得起的跨境攻擊中 規模最大的一次 美國獨立機構戰爭研究所表示 烏軍發起攻擊的48小時 攻城掠地頗有斬鑊 而俄軍在克里米亞的部署出現重大縮減 每天電信報說 這是以至以來第一次外國軍隊攻入俄羅斯本土 這件事揭露了俄羅斯邊境防禦的脆弱性 烏克蘭在不到48小時內奪取的領土 比2023年夏天整個反攻的領土還要多 報導說 烏軍在庫爾斯克地區的攻勢有三個關鍵目標 俄羅斯軍隊從遁涅茨克地區撤出 在俄羅斯聯邦內部製造不和 在即將到來的談判中促進領土交換協議 最新的消息顯示 在過去48小時內 深入俄羅斯境內20公里 控制了11個定居點 佔領面積350平方公里 根據俄羅斯的消息 烏克蘭又在戰場投入新的突擊旅參戰進攻 突破兩條俄羅斯防線後向北進發 澤連司機在8月8日讚揚了烏軍突襲作戰能力 一名烏克蘭軍官透露 大約有300名俄國官兵投降 並且這個數字每個小時都在增加 說 烏克蘭在路途中散發了俄國士兵投降的指南 上面寫著 槍朝下 企直 舉起雙手或舉起白旗 大聲叫出我投降 烏克蘭遵守日內瓦公約和印度主義標準 確保囚犯得良好待遇 當地人報告說蘇賈警察總部和市府上空升起了烏克蘭國旗 這樣標準著蘇賈地區已經落入烏軍的控制中 蘇賈市距離莫斯科只是526公里 當地居民大批撤離 有人發視頻質問普京在哪裡 普京在星期四宣布 該地區被迫離開家園的居民 將會一次性獲得115美元的補助 烏克蘭進攻這次和以往不同 是烏克蘭正規軍直接攻入俄羅斯 這次不是集繞戰 烏克蘭進攻主力是兩個身邊女超過3,000人 和反俄沒有了500人 100多兩坦克和裝甲 規模之大前所未見 烏軍行動還得到了烏克蘭境外導彈和無人機部隊的支持 根據消息說 烏克蘭空軍F-16戰機參與這次 對賦爾斯克的行動 並擊落了幾架俄軍卡-52攻擊直升機 不過消息未能得到證實 軍事博主Alex Chan 法文分析說 這次普京親自出面 觸見事態很嚴重 最新的消息 俄方已經從別爾哥羅德抽調4,000名士兵 從烏克蘭前線 玉富昌斯克附近抽調1個女兒 另外從烏東前線抽調2,200名士兵 總計大約1萬人前往庫爾斯克地區增援 而俄軍防守在庫爾斯克只有3個團和2個營 庫爾斯克的車神軍不是來打仗的 而是執行監督的 所以遇到烏軍就不置疑逃 評論認為俄方抽調兵力遠遠不夠 需要一個星期時間才看到匯防的效果 而烏軍在行動的第一天 就投入了大約1,000架無人機 電報群的消息說 烏軍完全沒有停下來 進攻現在仍然在擴大 有分析認為 烏軍採取的可能是大於回作戰術 藉著俄羅斯本土防禦空虛 一路打穿庫爾斯克、別爾哥羅德、 羅斯托夫來收復克里米亞等地 而烏軍聲東擊西可能是掩飾即將突襲 克里米亞大橋的意圖 因為烏軍一定會在美國大選結果出來之前 對克里米亞大橋採取關鍵性的進攻 在未來俄烏和平計劃中拿到關鍵性的籌碼 特別是克里米亞以烏軍目前的裝備來看 最佳選擇就是出動F-16戰機 對克里米亞大陸橋採取深度精確打擊 另外烏克蘭媒體報導 通過衛星監測圖片發現 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空軍規模出現了大幅縮減 住宅在當地的俄軍飛機數量已經減少了三分二 過去通常停放大約260架飛機 但是到3日已經縮減不到90架 而且其中兩個機場完全沒有飛機停留 烏克蘭海軍發現人表示 俄羅斯設了克里米亞的空軍力量 可能與烏軍F-16到位 與俄軍S-400防空系統遭到重挫有關 所以從側面也反映到烏克蘭 將會對克里米亞發動攻擊 8日來自阿拉斯加的數十架F-22A 猛禽隱形戰鬥機已經降落在中東 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 這次部署只在應對來自伊朗和伊朗支持的團體的威脅 此舉是美國在該地區持續進行的 軍事態勢變化的一部分 軍事時事評論記者夏洛珊 在《大紀元時報》撰文表示 這是美國頂級戰鬥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危機部署 講明在西方眼中伊朗局勢的嚴重程度 F-22不僅可以引領美軍在該地區形成防禦盾牌 還可以發動對伊朗戰略目標的直接打擊 美國曾在2014年和2018年將F-22部署在中東 並在打擊伊斯蘭國的戰爭中執行巡邏任務 在中東只需要少量的飛機就足以完成任務 現在,部署一個完整的F-22中隊 在規模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表明美國確保對伊朗及其地區代理人的任何報復行動的回擊 必須萬無一失的 F-22的大規模部署也勢必將震懾包括中俄在內的美國 在其它地區對手 提醒他們,美軍可以在幾小時內部署到需要的地方 包括太平洋、台海等地 以色列軍方認為,以色列如何做出反應 完全取決於德克蘭如何實施攻擊 伊朗聲稱即將在幾小時內進行的報復行動至今沒有動靜 表明德克蘭與抵抗軸心的統一戰線對抗以色列的戰略已經失敗 以色列國防軍在各種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 而伊朗及其代理人只是積累了一些非正規衝突的遊擊戰經驗 如果發生戰爭,論遠程精準打擊手段,伊朗不如以色列 論導彈防禦能力,伊朗差得更遠 所以,伊朗聯合地區代理人和以色列硬碰硬基本上沒有出路 此外,美國還向中東派遣了十幾架FA-18戰鬥機和E-2D鷹眼偵察機 《華爾街日報》報導 8日,美國向伊朗發出嚴厲警告,稱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攻擊 將導致德克蘭遭到徹底摧毀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若發現威脅,我們準備向中東派遣更多軍隊 Politico報導,美國官員認為在經過密集的外交努力勸說之後 伊朗正就重新考慮對以色列進行報復性打擊 伊朗贊同華盛頓的觀點,儘管他們仍然預計 伊朗會採取某種形式的報復 但不會立即對以色列進行直接打擊 8日,伊朗和巴基斯坦在伊斯蘭合作組織呼籲所有成員國 終止與以色列的石油貿易 據X帳號以色列戰爭消息,稱以色列傳華伊朗 如果攻擊以色列,以色列將攻擊伊朗核設施 伊朗極力推動真主黨敘利亞、胡塞哈馬斯做打手 伊朗雲書機剛剛被敘利亞恐怖組織運來武器 夜間就遭到二軍轟炸 以色列空襲瞄準敘利亞霍姆斯省的蘇伊拉特機場 擊中彈藥倉庫,導彈四處飛散 這是從伊朗運來的彈藥庫,是準備運往真主黨的 以色列防長加蘭特用阿拉伯語向黎巴嫩人民致詞說 黎巴嫩人民以真主黨為首的十業派伊朗及其法官 為了合藝的舊派利益,將黎巴嫩及其人民作為人盾 以色列希望實現和平、繁榮和穩定 因此決不允許真主黨民兵破壞邊界 如果真主黨繼續侵略,以色列將全力予以打擊 請不要在2024年8月陷入危機的冒險 玩火者必自焚 在黎巴嫩反對真主黨的呼聲日益高漲說 納斯魯拉正以我們為代價,摧毀國家 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表示 伊朗今天、明天、一個月或更長時間後的回應 我不知道 胡塞武裝領導人胡塞則聲稱 即將到來面對以色列的升級 逐心過遲遲未做出反應 這個純粹是戰術問題 目的是對敵人做出有效反應 另外,最近挪威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 並支持國際刑事法庭審理指控以色列犯下戰爭罪的案件 8日,以色列外交部表示 將取消8名挪威外交官的外交官地位 其中無法進入西岸 以色列還撤回 並註銷了在挪威帳戶中的幾百銀行存款 挪威外長毅德說 以色列的決定是極端行動 將產生後果 挪威現在 並永遠都是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的朋友 發表明顯示 8日,美國、埃及和喀塔爾呼籲 立即停火並釋放人質 伊朗代理外長巴蓋里 對法新社表示 以色列要為殺害哈尼亞付出孤昂的代價 建稱以色列沒有能力和伊朗作戰 據半島電視台消息 美國、埃及和喀塔爾發聲明稱 現在是時候立即結束加沙居民、人質及其家人的苦難了 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達成協議 現在協議已經放在桌上 只剩下實施細節了 不應該再浪費時間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再為進一步推遲找藉口 我們呼籲雙方 8月15日在多哈或者開羅 恢復談判 以微合正餘的分歧 隨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表示 他們同意美國、埃及和喀塔爾 今天發表的聯合聲明 以色列代表團正在準備15日抵達 只等待談判的時間和地點 伊朗總統佩扎什基安表示 如果美國想防止戰爭 就應該迫使以色列政權停止在加沙的種族滅絕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發文寫道 我今天打電話給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 向他通報了美國軍隊部署調整的情況 並強調了我對以色列國防的堅定支持 今天抵達該地區的美國F-22 猛禽戰機 是阻止侵略、保衛以色列 和保衛該地區美軍的重多努力之一 我還強調了在加沙達城釋放人質的停火協議的重要性 同日據敘利亞記者報道稱 過去幾小時有人發現俄羅斯和伊朗的軍用貨機和運輸機 滿載先進武器飛往敘利亞 這一重要進展可能會重掃該地區的軍事格局 據悉這些都是要運往真主黨的武器 為了推動真主黨和以色列的戰爭 以色列空軍立即進入敘利亞 將真主黨武器彈藥庫直接摧毀 美國和以色列空襲敘利亞 霍姆斯的一個軍用機場 該基地駐紮著俄羅斯軍隊 另外 伊斯蘭合作組織外長會議7日召開後 伊朗外長巴克里說 與我們交談過的人都強調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有權對這一恐怖主義罪行作出回應 西方國家聲稱已經要求伊朗限制其反應 他們無權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提供建議 伊朗和巴基斯坦要求伊斯蘭合作組織 所有57個成員國 終止與以色列的石油貿易 美國則警告伊朗 如果對伊斯蘭發動大規模集結 其政府和經濟將面臨嚴重後果 據華盛頓郵報消息 美國官員們認為 伊朗以次襲擊可能更突然 規模更大 持續時間更長 旅居歐洲的中國法律學者 杜汶在《精英論壇》表示 以色列是北約的準盟友、準成員 以色列與歐洲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美國支持以色列 歐洲也必然要跟進支持以色列 在上次伊朗襲擊以色列的過程中 歐洲很多國家的軍艦在地中海 都參與攔截導彈的行動 目前伊朗要等到以色列彈藥號進 就是機會來臨的時候 現在伊朗國內反以色列情緒已經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伊朗國內的激進派認為 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太軟弱 而伊朗的和解派又認為 正是因為哈梅內伊太強硬 才導致伊朗現在被徹底孤立 所以大家都對哈梅內伊不滿 哈梅內伊在國內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他急需要在伊朗國內樹立自己的政治威望 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 他需要一場勝利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打 但不會爆發全面的大規模戰爭 因為伊朗輸不起 他知道一旦最後全面打起來必輸無二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定報導 8月8日 中國律師易勝華披露了一宗令人無骨悚然的大案 案件涉及盜竊、侮辱、故意毀壞遺體 這個消息震驚傳網 根據山西警方調查 嚴返從四家火葬場 盜賣數千具遺體給山西一家生物材料公司 用來製成同種異體移植骨 埋給醫院 值得關注的是 涉嫌公司是頭號央企 綜合集團旗下的企業 更恐怖的是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 器官移植中心也參與其中 易勝華律師在微博發文說 在日下午同一位律師朋友聊天 知道這樣的一宗令人無骨悚然的案件 做刑事律師這麼多年 辦過的案件形形色色 還是第一次這麼震驚和憤怒 誰家裡沒有過去的親人 誰敢想像親人過世後 還要受到這樣的粗暴的肢解 誰知道自己領回來的 親人的骨灰是否真的 案件顯示 2015年1月至2023年7月 山西澳瑞生物材料一限公司 從四川、廣西、山東等地 勾結醫院、殯儀館 以此盜涉非法買賣4,000具為體 殘肢作為原材料用於生產 同種異體骨植入性材料產品 經審計 山西澳瑞公司營收達到人民幣3億8千萬元 警方在徵辦案件中 查封人體骨落原材料 半成品18多噸 成品是34,077個 案件資料說 2017年至2019年期間 嫌疑人蘇某某先後以承包、入股、派人入住等方式 控制四家殯儀館的火化場 指示安排在火化場的人員盜竊遺體 並在火化場內對遺體夜晚處理後運回公司 案件一共有75名犯罪嚴犯 對犯罪事實公認不毀 涉及的單位包括山西澳瑞公司 四川行譜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 肝臟病中心 慧林醫學院 慧林市殯儀館 平樂院殯儀館 永福院殯儀館等單位 另外還涉及雲南水庫市火化場 重慶巴南區火化場 慧州石千縣火化場 四川大英縣火化場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 2015年至2021年期間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肝臟病中心 副主任醫師李志強 先後將遺體肢解後 放入冷櫃保存 出售給山西澳瑞公司 一共出售了十幾具人體骨落原材 每具價格一萬到兩萬兩千元不等 而澎湃新聞說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官網查詢到 醫院器官移籍中心副主任 器官移籍中心重症監護室主任 名與李志強同名 除此之外 中共頭號央企 中核集團旗下的企業捲入案件 涉及的山西澳瑞公司 是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的子公司 中福縣隸屬央企中核集團 而中核集團在國務院 國支委的央企名錄中排在第一位 易勝華律師表示 親人的遺體送到涉案的殯儀館之後 領導的骨灰未必是自己親人 被告涉案的罪名最高刑期只有3年 這麼嚴重的情節 這麼巨額的利潤 處罰它是這麼輕 怎麼讓被害人親屬消除心頭之恨 怎麼讓其他犯罪分子得到震懾 怎麼能夠剷除這個慘絕人環 滅絕人倫的黑色產業鏈 易勝華律師表示 自己曝光的這種案件的微博 自己能夠看到 其他人就看不到 看起來是高手出手了 菲律賓政府8月7日表示 菲律賓和美國、加拿大和澳洲 首次在南海有爭議水域舉行兩天的聯合軍演 中共也聲稱在附近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戰巡 但卻被菲律賓直接撤穿 中共的軍艦只是對演習的艦艇進行尾錘跟蹤 並沒有什麼所謂的聯合戰巡 四國軍方在一個聲明中表示 我們致力於維護在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權 海軍和空軍部隊將在馬尼拉200海里 專屬經濟區內進行合作 我們一起應對共同的海上挑戰 並強調了共同致力於維護國際法 和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決心 中共軍隊南部戰區聲稱 在同一天8月7日 在南中國海黃岩島附近 組織了一次海空聯合戰巡 這個地區也是存在主權爭議的一個熱點 但是,菲律賓軍方隨後回應表示 三艘中共的軍艦只是美除了四國參與海上演習的艦艇 我們沒有監測到任何所謂的演習和戰巡 上週,美國和菲律賓舉行了外長、防長 在二加爾會議時宣布,美國向菲律賓提供5億美元 幫助菲律賓對抗中共在南海對菲律賓構成的威脅 至今將用於強化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防衛 因為之前,菲律賓和中共在南海人外礁附近的衝突有明顯的升級 今年6月,雙方發生了一起最嚴重的對抗 中共出動多艘海警船對執行補給任務的菲律賓船 全隻進行騷擾,甚至衝撞 這起衝突導致一名菲律賓水手嚴重受傷,失去一隻手指 在7月,中共和菲律賓經過協商 就菲律賓進行補給任務達成了一項臨時安排 緊張局勢暫時得到了緩解 而近期,雙方在另一處存在主權爭議的黃岩島的緊張局勢 卻有升溫的跡象 黃岩島距離菲律賓主要島嶼女頌島大約240公里 距離最近的中國海南島將近900公里 中共在2012年佔領了黃岩島和附近海域 並一直強力驅趕到那裡暴雨的菲律賓漁民 今年5月,菲律賓曾公開要求中共開放黃岩島接受國際監督 還指責中共摧毀了黃岩島的海洋環境 一位分析人士告訴法山社這次海空戰巡 顯示中共變得更加激進和強硬 多謝收聽本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請堂 請堂 登記 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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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堂